要向美国的民众来推广第五种的味觉鲜味 洛杉矶的日本屋作为日本文化的宣传中心 就特别邀请到了米其林新级主厨来介绍鲜味的起源 还有如何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做出鲜味 特别从东京前来的Yohai Hayashi主厨表示 Umami在日本饮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如同根对于树的作用一样重要 人从一诞生开始就喜欢Umami的味道 因为母乳中就含有多种Umami成分 为了让观众亲身体验Umami的味道 主厨还现场为每一位观众准备了三杯特调酱汁以及杯水 一次喝一小口四杯液体 就能充分感受到鲜味在味蕾中翻滚 此外主厨还提到Umami是日本食物健康的奥秘 日式酱油 味噌以及鱼汤等都添加了Umami成分 因此拥有较低的卡路里 举例来说65道日式菜肴的热量仅仅只有1000大卡 相当于8样美国快餐食物的总热量 对于民众如何在家中盘饪出Umami美味 油黑 Hayashi主厨就建议可以做自制牛排 利用日式酱油和清酒就能比普通煎烤更加健康 并且牛排不容易煎得太老 而且味道非常鲜美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